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旅行者》 又名崭新的生活 讲述了小萝莉挖坑埋自己 只为遇见崭新的新生活的故事 这天是小萝莉最幸福的一天 爸爸带她买了漂亮裙子,漂亮鞋子 还带她买了好吃的蛋糕 甚至答应她要带她去旅行 小萝莉心高采烈地和爸爸一起坐上了公交 最终却是修女孤儿院 爸爸把自己交给了修女 然后一走了之 出进孤儿院的小萝莉始终坚信 自己与这些孩子不一样 自己有爸爸,而且答应了会来接自己 抗制这一切的小萝莉自己躲到了枯木丛里 拒绝与周围的人交流 到了晚上,一天没有进食的小萝莉 在偷偷跑进厨房找东西的时候 突然晕了过去 被抱到床上的她 无助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默默地掉着眼泪 在这群孤儿里有一个大姐头 叫做舒西 她会拿花牌算命 第二天吃饭的时候 赌气的小萝莉仍旧没有胃口 她把面前的碗筷扫落在地上 大妈见状,呵斥她 要她收拾干净了才能走 舒西看着仍旧低头不言语的小萝莉 自己主动帮她收拾了残骸 固执地要找爸爸的小萝莉 居然想到了翻墙这个办法 害怕她受伤的舒西赶紧跟着爬上去 想要劝她下来 看着不为所动的小萝莉,大妈开了门 表示门没锁,你可以直接走 小萝莉当然走了出去 到了半夜她又回来了 因为她发现没有了爸爸 自己什么也做不到 回来的小萝莉跑到厨房对着锅把 狼吞虎咽 其夜过程中 她偶然发现了舒西在洗自己 被姨妈弄脏的裤子 大吃一惊的她被舒西威胁 不准告诉别人 小萝莉虽然心存疑惑 但还是替她保存了这个秘密 这天小萝莉在洗头 舒西来找她 看到她拿着肥皂洗递给了她一瓶洗发露 小萝莉跟着大部队一起去了教堂祈祷 回来的她慢慢地接受了现状 但她仍然坚信 爸爸会回来接她 在一次体检中 她向大夫说出了自己被送来的原因 因为不小心拿安全别针 扎到了后妈和爸爸的儿子 又哭又闹的小儿子 让爸爸下决心送她来这里 舒西和小萝莉的感情愈发得好了起来 他们一起救助了受伤的小鸟 还在晚上一起偷吃了蛋糕 这时候 孤儿院来了一对美国的夫妻 想要收养小孩 一直想要被外国人收养的舒西 破天荒地有了很强的表现欲 一直用英文的你好和谢谢 与外国夫妻打招呼 天下雨了 担心收留的小鸟会被雨淋湿 小萝莉和舒西一起将她运回来室内 又害怕被大妈发现 便将她藏进了衣柜 在衣柜里闷了一夜的小鸟 当然早早地领了盒饭 伤心的两人在库木丛里埋葬了小鸟 并且虔诚地做了祈祷 外国夫妻将小萝莉和舒西 单独地叫出来询问 与舒西的开朗见谈不同 小萝莉一直表现得英语沉默 舒西提议两个人一起去美国 并答应小萝莉自己会去摆脱他们 结果也不出舒西所愿 外国夫妻打算收养她 当然他们也没有收养两个人的打算 小萝莉又躲进了库木丛里 她开始挖坑 任凭舒西在外道歉 舒西被收养了 小萝莉留了下来 感觉受了欺骗的小萝莉变得乖张暴力 撕坏了圣诞礼物 把自己和别人的芭比娃娃都扯坏了 还刨出了埋在库木丛的小鸟尸体 在小伙伴们玩花牌算命的时候 呵斥了他们 与此同时 库木丛里的坑已经越刨越大 这天所有人都要去祷告 小萝莉撑病留了下来 跑进了库木丛 将自己放进刨好的坑里埋上 就在这时她想通了自己人生的意义 像是洗心革面一样开始了新的生活 穿上了新的衣服 对着合照挤出了最灿烂的笑容 小萝莉最终被一对法国夫妇收养了 在地球的另一边开始了新的生活 她是幸运的 至少没有在孤儿院经历非凡的苦难 或者是二次丢弃 而在现实中 有多少孤儿没能够健康长大 更不要说度过快乐童年了 至此 希望每个人在迎接一个新生命之前 都能够做好完全的准备 无论健康富足与否 这一生温柔待他 不离不弃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